哈喽同学学完了公盾与公斤之间的换算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如果把公盾和公斤混合在一起做运算 你会吗 题目说这里是一个和泰杂粮批发商店 它三月份豆类的销售量在这边 黄豆它销售了三公盾又两百公斤 红豆销售了一公盾四百五十公斤 绿豆销售了两公盾七百公斤 那要请问啦 红豆和绿豆的销售量一共是多少公盾多少公斤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 如果要算这样子一共是多少 这样子的题目的话 我们会用到哪一种计算方法 没错 一共就是用加法来计算 对吧 因为要把两个数字合并起来 我们用加法 我们可以直接列成直式来计算看看 把红豆的一公盾四百五十公斤写在上面 这边注意的是我们把公盾和公斤给分开来写 所以同学自己在写的时候中间也留一些空白的部分 才不会误以为是一千四百五十公斤这样子的数字哦 那绿豆这边的话是两公盾又七百公斤 好 把它相加起来 可以先加哪个部分 我们可以先加公斤的部分 黄色的框框起来的地方 四百五十加七百得到答案是 一千一百五十 接着再算公盾的部分是绿色的框框 一公盾加两公盾加起来是三公盾 好 也就是答案是三公盾又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诶 但这边其实怪怪的耶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一千一百五十公斤其实怎么样 其实已经超过一公盾的量了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再换算成一公盾一百五十公斤 好 这边你还记得怎么换算吗 好 我们回忆一下哦 要把公斤换成公盾 公斤是不是比较小的单位 公盾是比较大的单位 小单位换成大单位 在这边 继续提醒各位 要用的是除法 那把谁除以谁呢 当然是这个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拿来除以一千 对不对 因为每一千公斤是一公盾嘛 好 那我们就写在这边 一一五零 除以一千 好 所以写一 这边一千 得到余数是一百五十 OK 也就是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诶 的确是一公盾 又一百五十公斤 这个余数表示的是 无法凑成一公盾的数量 那我们就可以把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换成一公盾又一百五十公斤 而这个公盾要加在这边 对不对 也就是三要再加一 三要再加一 才会等于四 所以这题的答案 红豆和绿豆的销售量 总共加起来是四公盾又一百五十公斤 再加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再加一千一百五十公斤 我现在就要再加一千一百五十公斤